Hello 大家好 今晚由北上去找食 来到坦州休月城 由港珠澳出发到这里 大约30分钟左右 这里有两层停车场 又会识别港澳车牌 美食又多 其实都很多一家大小来这里消费 今天要去四楼吃寒烧 两个人在港澳地方吃寒烧 基本500元起步 但这里就人均82元左右 是大陆吃东西能用美团就用美团 会比起俗样叫抵一点 每次出去吃饭 我都带上这样的压缩毛巾 是新 够方便 又抹得干净 你们买了没有 因为很多套餐都是推广优惠的 所以一定比较抵食 这里以年轻人多 很多都点个两人套餐 我们都跟上潮流 叫个两人套餐 再加一份人心鸡汤 这里是用炭火烧烤的 话实话,这套餐虽然不是很多东西 不过他们的小食前菜是无限任食的 这里烤肉不用自己动手的 服务员会为客人效劳 这个餐有五花肉,猪扒,猪梅片等 两个人吃真的足够 烤肉一般会夹着菜一起吃 这样才不会觉得漏口 不过记得要加入酱汁调味 因为肉没有经过腌制 所以是无味的 必须要自己去调调好酱汁来点着吃 服务员将肉烤熟程度就控制得几好 不会太过熟,又不会生勾勾 真是几巧功夫下 最后总数是二百零几元两个人 你们又觉得适不适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记得点赞加关注 带你湾区小踩雷